接下來是另外一種題型 就是畫圖 在圖裡面問一些問題 比如說可以這樣計算算比熱 比如說可以問你上升的幾度 或者到幾度 或者誰的比熱大小 那就不用算 這一體 立體淋巴 經過一樣的時間 我們用同樣的熱源加熱 我們就假設它沒有散熱 所以在同樣的時間 大家吸熱就會一樣 所以選項是錯的 然後這裡可以看到水的上升溫度會比較慢 比較慢呢 因為如果質量相同的話 就表示它比熱比較大 吸熱一樣 但是因為比熱比較大 所以溫度上升比較慢 所以變成錯的 然後上升一樣的溫度呢 我們發現水有所需要的時間比較短 然後所以它表示它吸熱比較少 時間比較短 所以吸熱比較少 所以吸是錯的 然後同樣加熱四分鐘 油跟水的下吸熱是一樣的 然後呢 我們就算一下 波溫減出到巴拉巴拉巴算一算 這個算出來它比熱是0.5 所以選項中是對的 第四個選項是要算的 前面選項是不用算的 OK 就是這樣子 所以問你 乾煞跟水的加熱 誰是對的 誰是對的 這題的選項基本上都不需要算 這題的選項基本上都不需要算 看就會知道了 很好 hosts 含才能打 關門選左 nah 你坐 你坐 單燒的溫度上升比較快 只要相同溫度上升快 可是比類比較小 所以A是錯的 同樣八分鐘的話 看一下圖他的末溫是45 初溫是20 所以上升25 所以B是錯的 我講過你要注意 10度上升到30度 有人問30度 有人問上升到20度 你看看他寫什麼 這裡是寫上升 上升25 所以B是錯的 然後同樣加熱 加熱同樣的時間 水吸的會一樣 水吸是錯的 同一個熱源 加熱相同時間 我們又假設沒有散熱 所以吸的會一樣 然後加熱時間 可以看出來 乾燒的上升溫度會比較多 所以豬對 所以我們答案選豬 所以我們答案選豬 下一 下一 這一題有要算的 C選項理論上要算 豬選項算是要算 可是那個 應該算起來很快 看一看就知道了 然後呢 B選項理論上也要算 然後但是 也是看一看就會很曉得的 A選項是不用算 請問你 誰是對 就正確答案而言 一看就知道 反正四選一嘛 知道他對就知道別人是錯的 就不用算 黃林基 答案 答案 加熱8分鐘,可以看到液體上升到40度,粗溫20度,所以上升20度,所以N是錯的 加熱8分鐘的時候,同樣加熱8分鐘,水的吸熱跟東西的吸熱是一樣 因為我目前還不知道液體比熱,所以沒辦法直接用它算,所以要靠水來算 那麼H給MS2tD,它音訊是200塔,所以B是錯的 C我當好要問你,他B6我當好要問你,所以我先不說 好,上升到30度呢,是表示上升10度,20到3上升10度,要8分鐘 所以到40度要上升20度,上升度加倍,所以時間加倍,所以16分鐘 所以答案是不是對,所以我們答案選豬 剛剛想過要問你這一題,它比熱多少? 就是我剛才在做立體的時候,就跟你算比熱 那個方法是一樣的,就是水的吸熱會等於東東的吸熱 然後呢,就寫一個等式,H等於MS2t,左邊等於右邊,然後就算出來了 出來就是這樣,就剛才我們已經寫過了,我們剛才寫過了 不簡單啦 不簡單啦 你看看 左邊吸熱等於右邊吸熱 8分鐘,液體的吸熱會等於水的吸熱 你就寫公式S的S deltaT 然後寫完列字帶進去,答案就出來了 不知道,你做 8分鐘,兩個吸熱一樣 這就是這樣的提形,畫一張圖 問一些問題,可能需要計算,可能不需要計算 從圖形上看出我們所需要的答案 誰上升塊,誰比熱大,誰比熱小,請問比熱有多少 諸如此類的,OK,這就是我們這邊的立體跟練習